現在快過年了想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我們的打掃 我們分幾個不同的階段來打掃 我會用到的產品還有一些簡單的步驟是什麼 那我打掃大概一次一個地方 大概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或半個小時的時間來做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吧 今天呢我要整理這邊所有的衣服 然後準備在過年前來一個斷舍離 在蝦皮上買好了這麼多的衣架 它的邊邊比較圓 比較不會把衣服撐壞 然後比較堅固比較輕 我要來試試看用這些衣架來取代我原本的衣架 好 那我就要開始整理囉 好 我現在這邊大概是照顏色來區分 綠色塊的 藍色塊的 紅色塊的 跟米色塊 一路延伸到黃色塊 我斷舍離了一些不常穿的 然後把常穿的襯衫跟外套就放在這裡 除了羽絨衣之外 這裡就是我所有的襯衫跟外套了 我很滿意這次買的衣架 因為它是絨布的 不會傷衣服 然後有一個弧度 這邊有一個卡住衣服 不容易滑掉的 然後這邊可以360度旋轉 這下面的地方我之前已經整理過一次了 本來下面是枕頭一團亂 都是褲子 然後後來我買了一樣的收納箱 把這些褲子疊進去這些收納箱的裡面 但過年前應該還會再大整理一次 連著旁邊這些亂七八糟的衣服 接下來我要整理 這區的後面都是我的洋裝 本來是這樣子上下排折起來 不過現在實在是太亂了 而且有一些洋裝已經不適合我現在的年紀了 就要把它淘汰掉 那這些上面 So embarrassing 很多的雜物就直接塞在上面 這個可能這次沒有力氣整理了 以後再說 好 現在洋裝櫃已經清空了 我現在移到歐姆蛋裡 他的房間 他的衣櫃就是這兩個 那裡面有放了很多的 朋友送的二手衣啊等等的 那我今天 就要把這些櫃子 清出來 其實我一直沒有辦法很喜歡這種鮮豔的 顏色的衣服 可是捨不得丟 所以這次我發現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接受 這麼鮮豔的衣服 所以我要把這些都捐出去了 然後留下一些大地色的衣服 很卡通圖案的 我也比較無法 像這種很鮮豔 可是很可愛 所以我可以留著 現在看覺得好不可思議 他以前有過這麼小的褲子 哇 真的是長大了 那接下來要繼續來整理廚房 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家這個很舊的老公寓呢 我們的廚房也是非常的老舊 他很小很小 而且幾乎都沒有收納的空間 一般的廚房應該下面要有抽屜 然後上面要有一些櫃子 可是我們都沒有這些東西 而且我們剛搬進來的時候 下面非常非常的髒 就覺得在這邊煮東西會不衛生 我都不敢用 但生小孩以後 就一定要騰出一些下面的空間來收納 所以我就在底下鋪了 這種 然後再把它貼起來 下面鋪的是這種塑膠的 地板 它比較防潮濕 然後用壁貼 我用的是比較百搭的大理石紋 來把這個廚房的瓷磚貼起來 然後我非常推薦IKEA買的這個地墊 光腳踩在上面煮飯就非常的舒服 那我平常可以使用的檯面也就只有這麼小一點點 所以其實東西都是很擠的 那現在是剛吃完飯 剛吃完飯的廚房 這樣子滿滿的碗盤 那我們通常都是我跟Ethan一個人去弄小孩 然後一個人來收拾這些碗盤 我會先拿去洗 然後明天早上再來整理洗碗機裡面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檯面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就要做一些層架來收納東西 我第一層收納的是碗 我們常用的碗就這幾個 就放在常用的地方 那比較少使用的碗就放在下面 有時候客人來的時候的盤子類 我們就放在這裡 那還有一些我做麵包需要用的器材 這邊是放鍋子 鍋子的話我很推薦這個 這一種的層架 就可以一直放好幾個堆疊起來 還有一些我的乾貨 昆布啊 醬油啊 我就先放這裡面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三層的抽屜 也是收納一些廚房用品 那我上面放的這一層 給我拿來當成板 上面還可以再放一層的 這個是龜鑿土的墊子 那我把它放這邊是為了要強 加強這個吸濕的效果 上面就放一些 我們的濾水壺需要補充的 那這邊有兩個櫃子 也是放我的乾貨 我的義大利麵啊 還有白醬啊 咖哩塊啊等等 放在這裡 那下面是一些罐頭 重的就放下面 還有我的北非小米 跟我的巧克力 還有椰漿 這裡面就是一些空罐子 那我的垃圾桶跟打掃用品 是放在這邊這一塊的區域裡面 把它分門別類的放好 那我們可以放電器的地方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所以也是盡量架高 上面放一些比較不常拿的 還有隔熱手套 那這一層是微波爐 下面是氣炸鍋跟電鍋 就是要買剛剛好的尺寸 才能放得下這裡 那我們家蠻多電器 其實是這個複集地的 複集地因為覺得它很拼價 然後外型也很好看 我們家的洗碗機其實也是 白色配一個淡淡的金色 我就很喜歡這樣子的配色 那洗碗機的上面 我也是放了一個龜鑿圖的硬的墊子 也是做稀濕 然後可以來收納一些洗好的碗盤類 那冰箱的旁邊呢 也放了一個櫃子 在這個櫃子上面 上面是放一些我們要沖泡的東西 可以直接這樣拉出來的 出來的 一些茶包 我很喜歡喝發泡錠 下面是一些便當盒 這邊是掛我的APROM跟插手布 插手的布我每一次洗衣服 就會跟著一起拿去洗 所以一個禮拜會洗兩三次 都是常常換新的這樣比較衛生 最近它半夜會起來廚房玩 所以我就把我的粉類都放這麼高 沒得被它打開來灑一滴 在這裡 就一直在洗一下 就這樣用來洗衣服 放開一滴 然後就把我的粉類都放在裡面 上面就把我把根洗衣服 取得很容易 放開來 就這樣用來洗衣服 好嗎 不容易 這樣用來洗衣服 來洗衣服 在這裡 然後洗衣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现在接下来要清理我们家的浴室 我们家的浴室也是这种老工艺的浴室 它没有干燥的功能也没有暖风的功能 所以很容易潮湿 很容易有霉菌 所以蛮常需要清理的 那我来示范一下平常我在清理的时候 我把卫生纸的这种垃圾流着 把它来当手套 用完就可以这样剥出来直接丢掉 比较方便 通常洗吸尘器的时候也一起洗厕所 所以我会把吸尘器里面的灰尘都先倒掉了以后 把它泡在刚刚那个过碳酸辣的液体里面 这一罐的味道很浓 所以我就会戴着口罩 然后赶快喷完就要赶快离开厕所了 最好是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弄 不要有小孩在 然后地板的除霉我是喷这一罐 那因为如果把东西摆在地上会太容易发霉 所以我们东西会尽量往高处放 让它不要这么容易跟地面接触 也不要那么容易碰到水 还有这个位置 我们也是放在高的地方 然后打扫的一些器具 我就放在这个的后面 那我觉得这个蛮好用的 这种夹子 它就可以腾出上面的一些空间来 然后让下面再有一些收纳 这样儿子的这个洗屁屁神器就挂在下面 那我觉得这个浴室虽然很小很简陋 可是有足够的空间 让我可以放一个澡盆 澡盆大概是十年前买的了 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已经很满足了可以拥有这样子的浴室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打扫 希望可以给你一点打扫的动力 跟打扫的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你没有说啊 来说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嗯哼 So cute 放个电喔 放个电 嗯哼 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棒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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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